丁敏有种格格无入的感觉 旁边的人看她的目光 让她从心里往外的难受 她到底是为了什么 陈诚真的会被几句慈祥的话 几块点心收买吗 她怎么就这么难弄 谁做继母做得像她这么艰难 陈诚懂事了 又记得生母 根本不好糊弄 丁敏心思沉重的叹气 旁边的人排队时 讲东家长西家短 也有丫头讲主人家的小事 我家小姑就是好命 在清贵之家做了几年丫头 后来得了太太的演员 赎身银子都没有 还给她几匹丝绸 两套首饰放她出门 被我们那有名的土财猪知道了 主动上门取了我小姑做田房 我小姑肚皮蒸气 进门三年抱了俩小子 把那财猪乐的 我小姑说疯就是疯 原来的那两位少爷 都给比下去了 哎 不是我说啊 你小姑如果懂事的话 最好收敛点 原配嫡子比她胜的 可高上一头 那名显摆的妇人 不服气的说 妹夫喜欢不就是了 她在乡下 有点银子 有点田地 算是个人物 在京城里 她亏待原配嫡子 会被人骂死的 真正懂规矩的人家 都不会同她来往 即便乡下 过一阵也会有人议论 一名丫头打扮的人 接着说道 神也不会拿别人的孩子 当成亲生的汤 尤其是在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但做田房 我得说看原配嫡子多大了 如果有了技巧 被人挑拨的 你再对她再好 那也是白大 最好的是刚生下来的 还不是随便摆呢 想让她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丁敏头顶上 披下一道闪电 她终于明白了 丁柔做济事 为什么同她不一样 原因是 丁姨的儿子 当年才一岁多 根本不济事 但她面对的沉诚 很有主意 丁敏眼前一黑 勉强站住了 她还没一个 伺候人的丫头 看得明白 夫人 这位夫人 您要哪一款点心 轮到丁敏了 到乡村的伙计 客客气气的 丁敏随意地 指了几种点心 提着点心盒子 丁敏向外走 那名丫头又说了 哎 你看方才那位夫人 料想啊 家里是有银子的 但却不是正经八百的望族世家 听我们小姐说 世家都有私房菜方子 点心也有祖传的方子 来到乡村买点心的人 大多是有钱人 离这世家 差得远啊 顶天了 是个爆发户罢了 丁敏勉强控制着 自己去找丫头算账的冲动 回头 狠狠地瞪了丫头一眼 将她的容貌记下 等将来有机会了 她绝对饶不了她 从出门起到现在 丁敏就没有顺心过 路上又碰到了马车坏了 今月是丁敏的倒霉日 回到侯府 丁敏见到月宁侯阴沉着脸 一副不快的样子 丁敏将点心往身后藏了藏 故意露出一脚 侯爷 月宁侯问道 你去哪了 去街上逛了逛 诚哥胃口不好 我很是担心 就想着给他买点喜欢的东西 丁敏眉间带着忧郁 仿佛很担心 沉沉的病情 眼角的余光 也看向月宁侯 侯爷 怎么了 月宁侯抬起手臂 指了指丁敏身后的点心 很是失望的说 你是不是只能给成哥买点心啊 侯府没有伺候的下人了 啊 老价你去买点心 侯爷 我 我是想要成哥高兴些 丁敏眼里含着委屈的泪水 弱弱的说 我 我不知晓 侯爷会发如此大的脾气 往后 我不会 不回去了 月宁侯看着丁敏 实在是很郁闷 你是月宁侯府的夫人 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做 买点心这等小事 你让奴婢去便好 或者 你就能买点心 丁敏感同他谈生意 能同丁敏交流 可丁敏 月宁侯一拳锤在了桌上 你能不能少给我惹点事 如果你没本事的话 就在府里待着 我养得起你 丁敏今日再三被人嫌弃 心里也满是火气 他既然是妻不是妾 月宁侯如此侮辱他 他必须得摆出妻子的身份 原则的问题 他不能退后 这是前生太夫人叫了他的 侯爷 您到底想说什么 我在做了什么 让您如此生气 如此侮辱我 你是不是送给二皇子殿下 一盆玉树兰花 前两日 恰好是二皇子妃殿下的生辰 我打听到他喜欢玉树兰花 正好库房里有 我当做受礼送去了 二皇子妃殿下很高兴 直出侯府尽心 前生丁敏听丁柔说起过 二皇子妃受日 月宁侯送了玉树兰花 博得满堂彩 前生丁敏没机会去王府 但丁柔是有资格的 为了怕出错 丁敏又让人打听清楚 二皇子妃确实喜欢 如今能得二皇子 另眼相看的人不多 京城的勋贵大臣 大多都想让二皇子记住 丁敏为了侯府才这么用心 皇子妃殿下 同二皇子情深义重 得王妃欢心 在二皇子面前 一身是有脸面的 切身不晓得 你生的什么气 玉树兰花虽然稀奇 但 但 我自是知晓 二皇子夫妻情深 半月前 二皇子让人给我透话 想埋我手上的玉树兰花 我说 我说玉树兰花我送人了 不在我手中 可二皇子妃受日 你 你竟然送去给皇子妃 你让二皇子如何看我 丁敏脸色大变 我 我不知道啊 你没同我说过的 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 不该聪明的时候 你倒是聪明了 哼 也怪我 以为你同六姨妹一样精明 分得出好歹 少说了一句话 谁知晓你 啊 夫人 往后 你再做什么事 记得同我说一声 明日 你去皇宫 祭拜贤妃娘娘 往后 二皇子的事情 你不许过问 见月灵侯打算离开 丁敏顾不得难受 上前抓住月灵侯的袖子 侯爷 听我一言 请听我一言 月灵侯停住脚步 对她失望 但她也是娶回来的夫人 说 丁敏眼泪转动 我知晓 侯爷生气 宋里的事情都怪我 我不晓得侯爷的心思啊 看着月灵侯的脸色 好看了一些 丁敏壮着胆子 拉着月灵侯 坐到炕上 丁敏亲自倒了一杯茶水滴上 侯爷 月灵侯想了一会儿 接过茶盏 但却没有动 丁敏心里长出一口气 搭坐在一旁 他们中间隔了个炕桌 丁敏展现出一抹闲境 手搭在炕桌上 侯爷 我们是夫妻呀 你有什么话不能同我说呀 送礼应酬 是我应该安排的 二皇子受日 如何 我得挑他喜欢的送 您另外有安排的话 瞒着旁人 瞒着我 丁敏毛色里透出委屈 月灵侯宽着茶叶 叹息道 哎 你怎么就没想明白 是我做错了 可是 可是 丁敏小心地看着月灵侯的神色 二皇子的机会 不是最大的吗 在宴会上 我见了很多的人 他们全是为二皇子而来 月灵侯顿了顿 神色寻常地道 你的意思是 前生好像就是这个时候策略的储君 丁敏说 我觉得 如何都不能得罪二皇子 贤妃娘娘的丧事 我给送去了丧仪 应该用不上亲自去 茶杯被月灵侯扔到了桌上 算了 你不去 我亲自去 侯爷 丁敏咬着嘴唇 亲近四皇子 才是祸事 您不知道 四皇子有 有 有多倒霉 凡是拥护过他的人 没有个好结果 菜市口杀了多少的人 丁敏还记得 那时的血色弥漫 儒雅和气的太子殿下 杀起人来 毫不手软 尹承扇的手上 沾染了多少无辜人的鲜血 说来好笑得很 如今 同信仰王交情莫逆的尹承扇 原本是他整垮的信仰王府 看了那么多的教训 丁敏 怎么还会接近四皇子 丁敏如果告诉月灵侯 是重活一变 他岂会相信 弄不好 丁敏会被烧死的 丁敏最痛苦的一点 便是明明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就无法告诉旁人 而他做的事情 他们不理解 还会误会他 丁敏痛苦地扶着额头 侯爷 您不是也看好二皇子殿下吗 为什么要更改 岳宁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知不知道 岳宁侯府重回京城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如今 谁都不能得罪 我虽然有银子 但在京城 银子做不成大事 侯府根基不深 如果同皇子太亲近了 你当陛下看不到 爵位已经是裂猴了 还想这么争气 自从在京城站稳脚跟后 岳宁侯得到过丁敏的提点 他如今可以说 同哪位皇子不远不近地处着 不会像原先想的 以二皇子为主 丁敏当时只问过他一句话 谁让他回来的京城 岳宁侯清醒过来 可他清醒了 心举进门的妻子却糊涂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如果做不好 主持中会的事 我让母亲出面帮你 侯爷 我是您妻子 丁敏乌业 他已经看出 婆婆不是什么好人 在刘氏手底下 他绝对得不了好处 岳宁侯将怀里的褶子 扔到了桌上 我原本打算 明日向陛下请风告密 今日 我太失望了 也算是给你个教训 往后 你做什么事 必须通知我 丁敏看着摊开的折子 我 我是为了整个好腹着想 你 你是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 为什么 岳宁侯不请风告密 一是给丁敏一个警告 二是 如果丁敏是告密 出门应酬的更多了 到时 没准会惹下更多的祸事 丁敏不是不聪明 但他的聪明 用不到正地方 他的聪明比双刃剑还可怕 岳宁侯为了将来着想 必须得狠下心 让丁敏清醒 牵扯着丁家的面子 告密 一定会落在丁敏头上的 早晚的问题罢了 他已经忘了嫡妻的样子 只记得他温暖闲静 如今 岳宁侯去祠堂 祭奠早逝的妻子 他碰见了儿子 岳宁侯陪着儿子追议妻子 从儿子口中 知晓妻子如何管家 如何制定规矩 在他活着的时候 岳宁侯从来没为这些事情发愁过 他只管在外经商赚钱 从不担心后宅出现什么问题 他总是处理得很妥当 岳宁侯越想越觉得 嫡妻原配好 对嫡子越发的看重 他忘了一点 当年岳宁侯府在江南 很少有人会招惹 如今 侯府迁来京城 不是丁敏不争气 京城的局势 换个寻常一点的人 一样陷进去 但他死了 以往又很贤惠 给岳宁侯留下完美的印象 岳宁侯相信 如果他还活着 他不会像如今这样烦躁 父亲 嗯 岳宁侯摘住儿子的胳膊 快起来 你归去做什么 如果母亲生了小弟弟的话 儿子恳求您 册封弟弟为世子 儿子不做世子的 只求你看在我早逝的娘份上 给儿子留口饭吃就行 岳宁侯满脸的心疼 怒道 你是原配嫡子 我将来的爵位是你的 即便是你母亲生了儿子 他也悦不过你成爵 你方才说的 是谁教你的 谁在你耳边 嚼舌根子 父亲 岳宁侯抹就儿子眼角的泪水 搂住儿子 目光落在嫡妻的灵位上 他也是时候下决心了 不哭了 往后 不许说方才的话 将来 继承侯府的 只能是你 我 我梦见父亲 不要儿子了 说儿子没用 母亲的儿子 才是您疼虚的 不给儿子吃饭 儿子 父亲 儿子会争气的 您别扔下我 月宁侯将儿子抱得更紧 他晕倒了 月宁侯亲自抱着他回屋 找大夫 经过大夫诊治 他是心神不宁 才会昏倒 而且 大夫明确告诉月宁侯 他儿子几日没膳食了 此时赶过来的刘氏 屋叶着说 我可怜的孙儿哦 怎么这么重的心事啊 月宁侯府缺吃的 啊 竟然饿坏了我的嫡孙子 自怨自怜的丁敏 在月宁侯去后 吩咐不许人打扰他 府里的下人 也没人给丁敏送信 有通知的人 都被刘氏给截下了 直到大夫走后 丁敏才赶到 侯爷 哥怎样啊 怎么会晕倒 陪儿子说话的月宁侯 都没看丁敏 你先回去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一边是季妻 一边是儿子 月宁侯 当然会看中儿子 妻子去了 可以再娶 他的嫡子 竟然几天没吃饭 没人知道 丁敏不是一直照顾他的吗 外面的事情处理不好 儿子养不好 不是有奴婢在跟前 月宁侯说的会更难听 坐在一旁的刘氏 嘴角微微翘起 丁敏进门 他大方的娇权 什么事情都不过问 就是等着丁敏被耐宅的繁琐 弄得脱不开身时 亲近敌孙子 来这么一下子 原先孙子跟他不亲 但因为有丁敏 孙子听话很多 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三日滴水未尽 刘氏又让人在他耳边 说一些受尽 鸡母欺辱的嫡子的故事 效果非常好 听说月宁侯 气冲冲的去祠堂 刘氏便将孙子推出去 他虽然不管事了 但在侯府生活了这么多年 人脉还在 听他指使的人 还是听话的 别看丁敏掌握着侯府 没一年的功夫 他别想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刘氏就是看出 丁敏外表精明 才敢频频在背后射套 老刘氏呜咽地说 哎 我就这么一个嫡孙 儿啊 这话 原本不应该我说 但 你同儿媳年轻 有些规矩不明白 我看是不是应当 请封世子了 名正言顺的世子 了想 可不会再多想 儿媳 也能得了贤惠的好名声 已经走到门口的丁敏 身子晃了晃 扶着门框 今天的打击对他有点多 再强悍的神经都承受不了 现在就请封世子 那他的儿子怎么办 以他同月宁侯的岁数差距 月宁侯会走到他之前 将来不是自己的儿子成绝 他会不会被赶出侯府去 丁敏 丁敏死死咬着嘴唇 提醒自己冷静 冷静 月宁侯轻轻抚摸儿子消瘦的脸颊 方才就有的念头 经过柳氏提醒 念头更重了 虽然请封世子上由他做主 但他想知道丁敏的想法 夫人且慢走 你说我应不应该请封 丁敏深吸一口气 不能慌 不能乱 他得表现得完美 转身对月宁侯 弯了弯膝盖 妾身也以为母亲说的是 侯府早就应该撤离世子了 如今陛下 妾身以为正是好时候 月宁侯毛子也不由得一亮 立处当口 他请封原配嫡子为世子 旁人都会说他的好 没准 月宁侯府没规矩的传言会弱一些 月宁侯深刻感到名声的重要 道 九一夫人 丁敏心中气血 但他不能让刘氏看笑话 现在他已经琢磨过味了 他中了刘氏的圈套 丁敏笑嘻嘻的说 我也给皇后娘娘上个折子 说说请立世子的事情 如母亲所言 总不能让外人短嘴 月宁侯点头 丁敏将伺候的奴才叫来 当着月宁侯的面 将伺候他的奴才都打了一顿 往后再敢不尽心 仔细你们的皮 趁着这机会 丁敏将亲近的人安排下 往后 他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会让他去遇见 我会让他比较好 你会让他来